小叶姑娘来了 有何工干 何大人 我有龙牌 你难道还不放心 哪弄来的 我从何孝公主那 我是奉公主之命 带公主来看望苏姐姐的 你不要纠缠不休 岂敢岂敢 小叶姑娘请吧 让她进去 这就对了 学学你们主子 何大人 何大人 这小叶姑娘进了园子就乱闯 怎么办 刘公公 想不想尽快回宫当差 当然想了 这儿有什么油水 那就听我的 把这些占班的都撤了 我保你很快就能回宫 撤了占班的 苏清廉要是跑了 我就是有十个脑袋 也不够皇上砍的呀 放心 砍也不会砍你的脑袋 有季大烟袋在那儿顶着呢 何大人 好妙计 清廉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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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月 我来救你了 你快跟我走 不不不我不能跟你走 这样对你不好 对季大人也不好 你看我手中有龙牌 你知道这是欺君之罪吗 我不怕 只要能把你救出去 走 不我不能走 走吧 不是 我是清廉的罪犯之女 季小兰你好大的胆哪 杜小月拿了何孝格格的龙牌 在和珅府上放走了苏清廉 是不是你指使的 没有 绝对没有 你不承认 我这就可以叫人 把杜小月逮来在你的面前 大行伺候 看他招不招 你觉得怎么样啊 皇上 您何必为一个犯官之女 发如此雷霆之怒呢 这 是不是皇上 把这苏清廉藏在和府 有别的意思啊 季小兰 你不是明知故问吧 皇上金屋藏娇 朕仁之常情 不过 这跟您有 接下来 你不用跟朕装糊涂 朕问你一句 如果你碰到这样一个 才貌双全的美女 你能不动心吗 说实话 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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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先生 没病吧 疯了 季小兰 你都动了39次了 都不准朕动一次吗 皇上 孔子约四十而不惑 三十九年前是可以动的 可是皇上您 一切不惑之年了呀 这是强词夺理 好 就算你有理 那么你指使杜小月私放侵犯 该当何罪啊 我 和尘 你告诉她 私放侵犯该当何罪 该当充君之罪 听见了吗 季小兰 皇上 那苏清廉他是一犯官之后 臣让他远离皇上 绝不是为了了一己之私 而是为了皇上您哪 铁齿童娘呀 朕没工夫跟你矫情 和尘 把苏清廉写给他的信拿出来 这 这 季先生瞧瞧 还说不畏一己之私 这大圈套小圈的令人匪夷所思啊 这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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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就是 我的圈里头有你 你的圈里头有我 又酸不酸呢 这是 这 皇上 您以为这是那个 那个画圈的那个老掉牙的故事吗 您说 苏清廉乃一介才女 他就算是对臣心有所思 给臣写封信 他也用不着这么幼稚来给我 画几个圈 他这 这算什么呀这个 一定是何大人的杰作 何大人 你拿着你这个 季先生 我站这半天了 我可一句话没招你啊 你这 你可不能这样 皇上 您没听出来吗 他一直想岔开话题 逃脱罪作 是 何大人 您可别上当 你以为朕老是那么容易上他的当吗 记下来 臣在 你私放侵犯罪不可涉 但朕念你平时还做了不少好事 也不忍心把你发配到边疆去流放 那朕就 罚你到崇文门做个门礼去看守大门吧 这对你还合适吧 臣 谢主隆恩 这就去 好 怎么样皇上 这所房子还对您的胃口吗 嗯 难得你对朕有这份心意啊 就这样吧 哎呀 苏清廉 如果知道皇上为他这么一个犯官之女 如此煞费苦心 安排在奴才的府上 一定会感激其灵 清晰以暴彼 你就不必告诉苏清廉 朕的这份心意了 朕是真心的联系苏清廉吧 但这个也不是朕要博得芳心的手段 两情相悦贵在真字 可是朕呢也不必也不愿意 使什么恩惠来博得芳心 那是那是 那是当然的事啦 皇上文功无略天下女子 莫不高山养旨啊 没有一个人不把能够侍奉皇上 作为自己梦寐以求的事 皇上当然不用使什么手段了 大人 苏姑那个说身体不适 已经在客房睡了 怎么搞的 你没告诉他皇上降临了吗 奴婢说了 算了算了算了 正改日再来吧 皇上您真是怜香惜意 只怕日后会把他灌得不成样子咯 何爱卿怎么不懂呢 追女人如同烹小仙 闻火慢功才有意思啊 朕先回宫了 对苏清廉不要责备埋怨 瞧你说的奴才哪敢呢 皇上到这边看看 请 敢问这石狮子为何人所造啊 回大人 是为何中堂府花园所制 是 季先生 何大人 难得光临庇护啊 怎么样 要不要我带你到园子里各处走走 何大人您可真周到啊 只要是我这园子太大 万一季先生走错了路 到了什么不该去的地方 再惹出什么麻烦来 瞧你说的 难道你这园子里还养着这个豺狼虎报不成啊 哦 要不就是这威风林林的蠢家伙 能开口把我吞喽 怎么 季先生对这石狮子感兴趣 嗯 人家好啊 我可以派这几个工匠到你府上 也照样搭上一顿 不不不不不不 季某可销售不起 销售不起啊 怎么 难道这对石狮子 你看不上 不 好狮子 真是好狮子 何大人 还记得 《红楼梦》那部书吧 何大人府上这顿狮子 应该是比甲府门口那对狮子 威风得多 那当然了 威风得多 难道还比不上小说里杜撰出来的东西 否则我这面子往哪搁啊 那是那是 好狮子真干净啊 季先生又在转弯末角地骂何某 是不是 谁不知道 《红楼梦》中的甲府 唯有门前那对石狮子是干净的 你拿何府与甲府相提并论 是何居心啊 何大人 我的意思是说 何大人这对狮子 比甲府门前那对狮子更干净 更干净 这话真干净 何大人 等等等等 季先生 何某这园子里你哪都能去 我有这后园 万万去不得 这为何去不得呀 这就不作为外人道了 那真是季某自讨无趣了 告辞 不送 先生 好 喝茶 先生 听说昨天晚上 你又戏弄了和珅一番啊 戏弄也谈不上 让他出了点丑而已 可是皇上向来觉得和珅这个人用着顺手 当众出他一点丑 根本动摇不了他的根基 哦 那个和珅就有这么厉害啊 如今朝廷内外 他的党羽是越来越多 一旦他羽翼丰满 一定会独断专行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为祸天下 那先生为什么不趁他眼下羽翼未封 先拔了他的毛再说呢 哎 皇上对他宠爱有加 想要动他谈何容易 哎对了 你在外面 有没有听到对他不利的议论呢 有一些 本来和珅府上有就已经方圆数十里 听说最近又大动时工 穷奢极欲的 京城百姓啊都有议论 这个我倒是看见了 何止是穷奢极欲 简直是公然于智 什么是于智啊 为臣不尊 盖房子超了规格 哎 先生 那你为什么不抓住这个把柄 参他一本 让皇上问问他建房的钱从哪来的 说不定啊能顺腾摸瓜 救出他的狐狸尾巴呢 不是怎么回事 和珅他对外虽然张狂 但在皇上面前一向收敛 更何况皇上亲自到他府上去过 所以他才能有恃无恐 这样公开的大动时工啊 那先生的意思是说 有皇上给他撑腰啊 按说也不会啊 这朝野之间早就有人议论 说皇上偏袒和珅 那皇上怎么会如此不避闲呢 要依我看啊 先生啊不必患得患失的 反正这个和珅余智是明摆着的 你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摊他一本 也算是投尸问怒嘛 这个办法不错 我再去联系几个御史 利用不同渠道 一起来摊和珅 对 以便引起皇上重视 小岳 真是越来越聪明了啊 李小兰 大热天了 你把朕拉到这和珅府上来 有什么要紧的事啊 没什么要紧的事啊 皇上 臣只是觉得 何大人这花园啊 设计的气势非凡 移花接木巧夺天工 想让皇上一起来欣赏欣赏 何大人来了 能猜不知皇上战道 有失远迎 请皇上赴罪 朕是不请自来 你何罪之有啊 皇上有何分 早就听说你这斧子还建的不错 昨晚上天黑没看清楚 那今儿季晓岚非拉着朕呢 再来瞧瞧 皇上是这样 这还不是全靠皇上恩典吗 何大人动作可真快 这狮子昨天晚上还在打枣 今儿就已经拖了这儿了 季鲜是有所不知 这后院呢 比何某的性命还重要 我岂敢担任 皇上请 是季某老眼轰花了 还是不识处了 怎么就像卢沟桥上数狮子 怎么也数不清楚呢 皇上 您帮余臣指点一下 我数着狮子脖子前的阴烙是十八个呀 十八个 那又怎么样呢 那臣就有一句话要问皇上了 按我大清定制 一品官员门口所立的十狮子 井上应该是多少个阴烙呢 考朕呢是吧 这些事儿朕不记得了 臣可记得呀 应该是十三个俗称十三太保 何大人 我说的对吗 嗯 好像对吧 哎呀 那何大人这狮子上 怎么多出了五朵金花来呢 是皇上给何大人封王了 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了 哎 接下来 这种事情也可以随便说得出口的吗 既然皇上没有升何大人的官 那何大人就是自己给自己加官进决了 啊 按我大清律 你这叫余致 超越了自己的权限 超越了自己的规定 而且何大人的余致非一般的余致是私立为王啊 按大清律 私立为王这罪过可就大了何大人 何大人 这狮子的确是很威风啊 皇上 嗯 这狮子可是摆在后花园门口的呀 后花园也是你家的花园 何大人 这事儿你是难逃干系 皇上明见 农才一直是克尽职守 从不余致 从来不敢超越权限半步的 嗯 接下来 这让你修的四古全书可有日子了 四古全书里边有动物篇吗 皇上 臣看不出来 皇上此问 与和珅的余致有什么关系 这就是了 既然没什么关系 你不在府里好好的编书 跑到人家后花园来数人家 施施子脖子上的花絮 安的什么心哪 说你不务正业不为过吧 皇上 臣关心的是江山社稷 生怕有人越祖带袍 这难道不是头等大事吗 这何大人今天要不给个交代 恐怕朝野上下也服不了这口气 这祖宗的规矩 岂是说改就能改的呢 齐大人说的对 哎呀 这都是那些工匠一时糊涂 乱了章程 何某疏于监督有失差之罪 这样吧 本来些工匠叫回来就地政法 怎么样 什么就地政法 我看你是杀人灭狗 何大人昨天晚上可还给我花奖的这些工匠 说他们手艺贤熟 他们这碗饭吃到今天 如果不懂得规矩 脑袋恐怕早就掉了 何大人 想把这事推到工匠身上了 你这是礼带桃江之计 就怕是黄口小儿 他也不能信服啊 皇上你看这 李小兰 你是逮住个蛤蟆就想钻猪泡尿了呀 皇上 这 如果朕告诉你 这石狮子是朕命何大人修的 朕闲来无事想来这后花园住住 你还觉得这石狮子这金花太多了吗 不 那就不多了皇上 你无事生非居心何在啊 只认打还是认罚吧 皇上 臣是个清管 这银子可比不了何大人那么多 只好认打 认打 认打 打你太便宜了吧 你不是关心这石狮子吗 朕就命你把这石狮子上下打磨一遍 只打磨得通体光滑为止 臣遵旨 何臣 你来监工 若有寻思舞弊拿你诗问 那臣遵旨 好 好 好 累了吧 别弄死心眼 光蹭着一地儿 行 这都得蹭蹭 尤其这脑袋 别地欠灵光不要紧 这个脑袋要是欠灵光 那可惨了 这都蹭了 这得蹭到什么时候去 这可真叫磨蹭 磨磨蹭蹭 你爹 就是心灵 手无关 算了 我可奉陪不起 雷全 按着给我盯着 通体要打磨得光光滑滑的 你哥 好 先生 你这才叫做偷鸡不成十八米啊 本来啊 今天我已经把何臣逼到死路上 可是没想到皇上挺身而出 那我还能不败 轻点轻点 那你不是有几个相好的御史吗 我倒把这事给忘了 不是曹西宝曹御史 把贪恨和珅的奏本呈上去那样 照今天这个形式 如果呈上去 不但动不了和珅 反而给自己招货呀 得想个办法呀 爷 大内侍卫传话 叫您立刻到雅星殿见皇上 糟了 来得可真快 曹西宝 臣在 你身为御史 无凭无据的虚言参奏 你不懂得这个道理吗 臣知之罪 朕立朝 要求刚计素人 百臣之中 绝不允许有窃权弄禀之人 文武百官 谁忠谁奸 谁贪谁怜 哪个聪明哪个是笨蛋 朕清楚得很 只是不说而已 君不密则失臣 臣不密则失身 大家还记得这个古人的话吧 朕有些话不说 不是不敢说 只是不辩明说 聪明的臣子呢 自会暗中体会 暗中配合 不聪明的臣子 就会乱听乱猜 妄加揣测 这岂是为臣之道啊 那有些人吃了一些亏 也是罪有应得呀 季晓岚你觉得朕说的有道理吗 有道理实在是有道理 臣多谢皇上指点 这太好了 季先生终于想通了 否则 你就要失身了 起来吧起来吧 谢皇上 启明皇上 莫愁回来了 快请他进来 莫愁 民女莫愁 叩见吾婉万岁 快起来快起来 谢万岁 案子办得怎么样了 都查清楚了 先回去歇着 一会儿再禀告 好 皇上让莫愁姑娘办案 真是慧眼识人的 你看看莫愁姑娘 拿着宝剑现在多好看 多鹦鹉啊 何大人你眼左 这可是皇上赐给莫愁的 那就是上方宝剑哪 以后何某讲话 可要注意点喽 万一有一句半句说差了 莫愁姑娘这 何大人你说笑了 何大人 让莫愁姑娘歇着吧 我们继续议事 万岁 莫愁先告退 嗯 先生 先生 你看到我今天练的字了吗 怎么了 你又挨华尔逊了 我让他看出来了 我是曹御史的后台 弹劾和珅这件事是我窜的的 那你就不能闭门读书 少惹和珅啊 那不是惹 那是争 为黎明百姓 为江山社稷 这不争行吗 也是 非让猴子不爬树 难 不是你这说谁呢你 是 当年小的 哎 不过啊 皇上跟和珅这一唱一鹤的 倒让我看些虚实处 啊 什么虚实啊 皇上说园子是为他修的 这是虚 为另外一个人修的 这倒是实 那园子是给谁修的 你看看 看看你眼前那个东西 啊 园子是给苏姐姐修的 皇上想进屋藏郊啊 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解释 可是 这真是不是让人想过明白了 依料之外 情理之中啊 情理之中啊 那就算先生说对了 那人是皇上官的 我们有什么办法 他就算是皇上官的 他也名不正言不顺呢 只要查实了 我一定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先生 你也别生气了 这事啊也不难 和珅在兰州的时候 欠我好大的人气 我为了先生嘛 我亲自去找和珅 跟他胡搅拌签 不怕他不答应 哎呀 和珅未必能买你这个人情啊 哎 也不是啊 和珅有的书 还蛮有人情味的 哎 不是 我明天就去试一试吧 先生 你快来看看我练的字啊 快看嘛 哎 哎 哦 对了小月 我差点忘了 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啊 哎 说好了啊 听了以后可不许一惊一乍的 哎呀 你快说嘛 季先生 莫愁回来了 啊 真的 你看你看你看 我说你别一惊一乍的 那阿姐怎么不回家呢 哎 今日的莫愁啊 可非昔日的莫愁了 有什么不同啊 他 这回回敏南 可不是回去玩的 是奉皇上的秘密 回去查案的 啊 身上背着皇上刺的一把上方宝剑 可威风了 上方宝剑有这么厉害啊 那当然啊 呃 比圣旨比龙牌都厉害 有生杀欲夺的权利 面剑如面君嘛 哦 那我还能见阿姐吗 哈哈 这个啊 我还得给你打听打听 嗯 我就说嘛 看皇上看上我们阿姐了 嗯 你还不信 他自有进步 就是 老师教得好啊 当初这还是我买的呢 我怎么说了的 这个人情到头了还是我去送 我要见清莲姐姐 你是说苏清莲 对啊 我不知道啊 你把她害死了 我没那么大胆子 那她寻短见了 没 她活得好好的 傻赖 刚才啊 我已经到你后花园看过了 西边一道墙 里面有一所大屋子 清莲姐姐一定住在里头 对不对 这可是你说的啊 可不是我告诉你的 嗯 你敢说她不在你这儿吗 那隔着一道墙 当然不会在我的屋子里 我要见她 听见没有 我要见她 为什么要见阿 哪那么多为什么呀 我们姐妹的事 凭什么要告诉你啊 嗯 再说了 我来这儿 谁都不知道 你就安心放我进去吧 是的 是的 我安心 我放心极了 我知道这次不是季晓兰派你来的 你笑什么 你赶快放我进去 你不要这样跟我讲话 怎么下命令的口吻呢 你现在不是我的监君了 说起监君我倒想起来了 你还欠我三大人请呢 我还的就是了 那你现在就还 好好好 我现在就可以还你 那你就进去 我一会儿问一个人 他要让你进去 你尽可以进去 不过我事先要警告你 如果让你进去了 你看见什么 听见什么 对谁可都不能讲一个字 否则的话将自取其祸 不为言之不欲言 听懂了没有 不懂 不为言之不欲言 不要说我事先没有说清楚 跟着季晓兰这么些日子一点熊都没见着 好 老爷 去告诉那位公公 就说啊 小爷要见书清廉 跟他说 去吧 好 好 这回我要让你知道的清清楚楚 你要是把这件事情捅出去 皇上知道了就会大为恼火 就会引来杀身之祸 你要是不敢捅出去 今后就不要再来惹我合身 我要献你进退两难之地 进退两难啊 看你怎么办 姑娘 请 小月 清莲姐姐 二位慢慢说话 我在外边伺候着 清莲姐 你怎么又瘦了 你怎么来的 我来还你朱花 这个是你扔到我轿子前面的吧 所以啊 纪大人叫我来探一探 可是这个合身推三推四的 我好不容易才进来的 清莲姐姐 你可留神啊 这个合身啊 未必安什么好心的 合身 他不上我这儿来 天天在门外请个安 他不敢进来 这是为什么呀 你别问了 我也不好说 我 刚才带我进来那个人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是个太监 我知道了 是 他三宫六院的 排气队来都有二里地了 他 是 我并不情愿 但是 没有选择余地 皇上不让我进宫 他说哪儿规矩大 带气门 怕委屈了我 就安排在这儿了 他每次来都是便庄 谈诗论曲 说说笑笑 道也自在 皇上说 他心里很苦 六宫粉带虽多 可没有一个能够促膝交谈的 姐姐你别傻了 我们家二姐说过 男人骗女人的时候 说的都是这样的话 姐姐 你究竟有什么样打算 你要早做安排 我家先生 可是日夜思念姐姐 靳先生说过 像我这样的人 对自己是福是祸 都不知道 确实自在不自由啊 在杭州 是这样 在这儿 也是这样 恐怕 将来在别的地方 也是这样 姐姐 要不要我来陪你呢 好妹妹 千万不要 她还真跟我说过 要你来陪我 我不同意 我能忍 你不行 在这儿 会把你憋死的 那你一个人怎么办啊 我已经学会苦中作乐了 看看书 喂喂鸟 弹弹琴 闷了园子里溜溜 季先生他还好吧 他还好 就是整天烟袋不离口 我们前几天还敲了和声一笔银子呢 我知道 他跟我说过 告诉季先生 这样的玩笑还是少开为好 有些事啊 季先生做不出来 和声可做得出来 比如 今天准许你来见我 他多半是想让季先生知道 好引他上钩 你千万要告诉季先生 心里知道就行了 一定不能有所表示 你记着 千万不要去惹他 就算是为了我 我们家先生日夜思念姐姐 姐姐可否修术一封 也算给季先生一点安慰啊 姐姐 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拿去 季先生他自然会明白 哦 姐姐 那你保重 我走了 你也多保重 哎 对不起了 皇上有纸 这里不许 骗纸之字带出去 哪有啊 那奴才就兜胆搜上一搜 哼 你敢 你不知道男女瘦瘦不轻啊 对 姑娘 难道你不知道奴才非男非女吗 哦 好吧 那就给你看看吧 哎 哪有直言骗字啊 你看啊 就是没有字 也得留个底子 妙 真是妙 几个圈有什么可妙的 这是苏姑娘给我写的一首诗啊 诗 诗 诗在哪啊 哎 这叫 相思欲计无从计 画个圈来代替 画在圈外 心在圈里 小圈是我 大圈是你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啊 你说这多妙啊 先生 大家不都说你是铁齿铜牙 足智多谋吗 你就不能想想办法 把那苏姑娘救出樊龙吗 哎 这回面对的是皇上 办法倒有 可是有些犯险 而且 还得你去办 我 啊 没问题啊 只要那救出苏姑娘 我什么都不怕 那苏姑娘 被和尘关在绣园之内 看守甚年 现在又调来了宫内的侍卫太监 谁也甭想进去 哎 可是有一个人 他们不敢拦也拦不住 谁啊 和孝公主啊 和孝公主 恐怕公主 你这个兴趣吧 你就对公主说呀 和尘在绣园里 关了一个女子 对这个女子是百般折磨 那公主 峡谷热肠 岂能坐实不管呢 嗯 好啊 不过啊 这招确实是太险了 万一抹失算了 皇上雷霆大怒 这挑拨是非 造谣惑众的罪名 就在你担着了 没关系 只要能救出苏姑娘 小月甘愿冒险 小月 真难为及了 行了 季大人不用给我垫砖了 站住 哎 这人一看就不是好人子 不拦着问问呢 走 别 哈哈哈哈 闹什么闹 哈哈哈哈 哎呀 人家都是官生脾气长 啊 你都混到这份儿了 比原来还重 哈哈哈哈哈哈 哎 各位弟兄 这可是朝廷的和中堂啊 啊 都起了起了嘛 哎呀 既在门关现在是几品呢 五品 哎呦 五品 哎呦 五品啊 没品了 哈哈哈 那何某来了 就送了你一瓶 哦 我陪你品茶啊 哈哈 还不请我坐 何大人请坐 各位弟兄 何中堂请我品茶我可不敢不去 嘿 有劳几位了啊 来来来坐 哎呀 这门关大大 哎呀 何大人哪 你是设好了圈套 一步一步的把我给套在里头喽 哈哈哈哈 哈哈 你愿望何某喽 哈哈哈哈 你呀 先放小月去看苏青莲 然后又故意安排站班的太监都撤走 季某被你牵着鼻子一步一步的走入瓮中了 哎呀 那你又小瞧何某喽 我跟你说 我这可是连环计一时三秒 怎么样 没看出来吧 一时三秒 哎 季某只知道自己是其中一鸟 那另外两鸟我还真不知道 第一 我借此寄 把你弄到这当门关了 嗯 第二嘛 我假借你的手搭救了苏青莲小弟 嗯 事不相瞒 我早有搭救他的这颗心啊 只是苦于找不到一个替罪羔羊高明 第三嘛 我维护了皇上的威仪和尊严 也算功不可没 我 一时三秒 对 原来皇上在何大人心中也就是一只鸟啊 嗯 可不能这么说啊 嗯 我这随口这么一说你瞧你 嗯 嘿嘿嘿 反正 他不是没谁啊 你口语没有凭证 你整不了我 哈哈哈哈 何大人你就放心吧 哎呀 都混到这个地步了 我哪有心思掌勤哪 我呀 不会抓着你的小辫子的 这事没好茶 来来来来来来 哈哈哈哈 这是茶呀 嗯 成门官的茶呀 哈哈哈哈 慢点 哎呀 记得门官啊 嗯 说句心里话 你这一走我真想你啊 因为你你一离开这 这我没了对手 没了高明的对手了 我就寂寞 寂寞得很呐 何大人呢 您用不着叹息嗯 咱们俩又不是生死别离 这崇文门离宫门又不远 说不定哪天我就回去看您了呢 嗯 嗯 有道理 那我就恭候你了啊 嗯 希望季先生 经过这一劫 以后能跟何某 和睦相处 嗯 哈哈哈哈 哎呦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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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何大人您请回吧 我呀 上岗了 挺忠于职守的 哈哈哈哈 那好 那个 嗯 你就好自为止啊 嗯 放心 嗯 没谁会借这个机会加害于你的 哈哈 我是因为我舍不得你啊 哈哈哈哈 何大人啊 说句心里话 我也 舍不得你啊 又闹了哈哈哈哈 何大人 回见 回见 是小月吗 小月没在这里 啊 小月出来 快 小月给皇上请安 小月怎么藏在外头不进来啊 小月害怕皇上气还没消 所以不敢进了 哈哈哈哈 你也知道害怕呀 皇上不生气了 皇上 皇上 您真的是慈祥可爱英明伟大 你看看你看看 你跟这个季的烟袋在一块 就学会这些巧言令色 皇上 季先生每天都在重门门外 风吹易晒的 嗯 好可怜啊 他可怜吗 他是自找 朕已经对他很宽大了 莫愁参见皇上 哎呦 今儿巧啊 两位希客都到镇的御书房来给季晓兰求情来了 皇上 您真的是太英明伟大了 我们心里在想什么 你居然全部都知道啊 其实啊 我除了想替季大人求情之外 最重要的原因 我就是想来看我皇上的 嗯 对不对了 阿姐 这些年事已大 恐怕受不了风霜之苦 不管怎么说 他也是大清的人才嘛 你让他去看守城门 那不是太委屈他了吗 就算莫愁的话有点道理吧 小月 你得替季的燕带好好的谢谢你姐姐啊 皇上 嗯 你答应了 哎 皇上 你真的是太英明太伟大了 小月啊 你哪那么多的马屁词啊 说得真晕头胀脑的 没有啊 我以前在西班唱戏的时候 越是碰到昏君啊 越是叫他英明伟大的 小月 你不要乱说话好不好 哈哈哈哈 小月说得好啊 赤子之言 朕喜欢听 嗯 嗯 你 你 季大人 小女子往日自命清高 没少得罪大人 今日流落民间 才知道大人的官生才名 清廉不愿意以己之力 让天下百姓失去您这么一个大清官 我这就去找皇上自首 哎 苏姑娘你回来 你千万不要犯糊涂 苏姑娘 你不能去 哎 来啊 来啊 把这姑娘给我轰出成文具 大家都给我听着 我是侵犯苏清廉 凡有助拿我先给皇上 皇上必有重赏 走 走 走 叶安 这得离开庙堂几天哪 这闺女一点都没有了 见了朕都不败了 齐 皇上不醉 季真人她喝醉了 喝醉了 哦 这连酗酒的毛病都染上了 城门的成立阵 这 这不正之风见长啊 喝醉 你朕看她没醉 她她她醉了 醉了 醉了 她没醉 皇上她大醉 她没醉啊 皇上 您说什么 您说我没醉 你没醉 皇上 既然臣没有醉 您为什么把我发配到这儿来了呢 静下来 皇上说的是 酒醉之醉 而非醉过之醉 你不要捡便宜做空子 喝醉 刚才我听得清清楚楚了 皇上说祭云没醉 难道均有戏言吗 你看看 看看吧 又让她捡便宜了吧 您招待 你 接下来 既然朕误说了你无罪 就让你捡个便宜均无戏言吧 行了 官服原职吧 别在这儿给我丢人现眼了 谢皇上 谢 你啊别择意 是皇上故意卖个破绽给你的 我还以为是你救的皇上 谢皇上 你知道谁救了你吗 臣不知啊 朕是看在莫愁的面子上才给你这面子啊 莫愁 对啊 哦 皇上 臣是个治恩图报的人 那 苏青年小孩 哦 你就别操心了 朕自有安排 你惦记人家干嘛 听到没有 别再惦记人家了 走吧 先生 老月 先生 先生 哎 打扔了苏姑娘了下落了吗 苏姑娘她已经出家了 现在不知道云游到何处 这是她留下的诗 这 此心远送魂河暗 甄别酒 畅阳观 临别无语空畅谈 酒已拦 取未残 人出散 心肠怀去后 咬余夜 对摇山 当时无忌所雕安 去后思量 毁应晚 别时容易 见时难 别时容易 见时难哪 好 先生 苏姑娘这么好的一个女孩子 难道就这样慢慢聊此长生了 木已成舟 说什么都晚了 可是先生 你是铁齿铜牙 死人都能被你说活了 对你来说只有尽力不尽力 对我们可行不可行啊 皇上为此事正在盛怒之下 我现在去聊拨她 那不等于 先生 你是怕掉了你头上的花铃啊 岂止是花铃 要是惹恼了皇上 连顶花铃这颗脑袋也保不住 先生 你也怕了 人固有意思 但是为了一个女子 让我放弃天下的百姓 我是得考虑考虑 这值不值的 先生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 看来这个苏姑娘 除了出家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和珅喜欢她 可是为了讨好皇上 将她当作礼物 先生 你也喜欢她 可是为了千古功名而放弃了她 先生 你教我四书五经 机灵百遍 可是你从来没有教过我 男人是将薄情寡义之人 好好好 你别说了别说了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再救她一回 哎呦 我要不答应 还不知道什么话等着我呢 先生 那你现在有办法了吗 办法吗 恐怕得找莫愁帮忙了 阿姐啊 对啊 可是阿姐整天都在宫里陪皇上说话 恐怕分身无数吧 就是因为她陪皇上说话 才好让她给皇上捎个话啊 就让她说 现在京城到处都在传 皇上把一个绝代佳人 给发配到庙里去了 嗯 那我现在就去找阿姐 去吧 好 好 我觉得还是不好看啊 哈哈 朕跟你说过 写字比练剑还要难 提会到了吧 嗯 好 那不写字了 跟朕聊天吧 嗯 皇上坐 嗯 哎 坐 朕有日子没出宫了 跟朕说说社会上的新鲜事 这次见坊上就流传一件事情 是跟皇上你有关的 是好事还是坏事啊 说出来听听 市井的百姓都在夸皇上了 嗯 说皇上是个明君 而且不为女色所幼 将一代才女淑青莲姑娘 都发配到庙里了 百姓怎么就这么说呢 是啊 不过就会觉得奇怪 这件事情除了你和和珅之道以外 没有第三者之道 难道是和珅在搞鬼吗 他的胆子也太大了 皇上 请一听莫愁一言 嗯 房民之口 剩余房穿了 既然百姓们都已经传扬出去了 不如将错就错 你这么生气 难道你是想将苏姑娘 给找回来吗 是啊 大清朝的皇帝不能是 负义薄姓之人哪 就照你说的 将错就错 多谢皇上 来 喝茶 多谢皇上 皇上 你也喝茶 啊 好 来 请他 这是实在奥火 啊 是 是 是 你就算是才高八抖 你能勾过皇上吗 哪啊 为什么勾过皇上呢 说让他去崇文门 他就得去 咱们可见了 没有 一品大员 立马变成了站岗把门的了 这今儿要不是在皇上面前说情啊 现在还在城门口 给各位大人请安呢 何大人 您放心去吧 记下来 您这什么意思 我看您印堂发案 一定会大祸临头 我把您办后事时该进的礼数提前给您进来 免得何大人您放心不下 说我纪晓兰不敬死人呢 纪晓兰 你说的什么话呀你 你好一张乌鸦嘴呀 你大早上起来你就咒我呀你 何大人不信哪 那好啊 咱们走着瞧 你等下 正常驾到 我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今日清早朕看到路上的情景颇有体会 偶得一连 众卿哪位有兴趣对的呀 陛下请讲 上连鸡犬过双桥一路梅花竹叶 何臣你搭了你先来 纪云你下一个 回皇上臣对不上来 就这么放弃了 皇上此连有声有色 阴势相行 将那鸡爪犬印 瞧比为梅花竹叶 更让人想起雪泥红爪 探人生苦短 此连貌似平易 实为绝对 臣我无能为力 别人哪 何身 你 奴才也对不上来 连这纪晓岚乍一听了知道对不上 你还得想半天 可见同事大学士水平也有不同啊 皇上说的是奴才自愧俘容 难道就没人能对得出来 让朕高兴一下吗 那既然纪大学士对不上来 想必别人也是枉然 不会吧 朕记得有个女子就曾经对出过朕的绝对 她 她叫什么来着 她叫苏青莲 是王胆忘的义女 对 就是她 和朕 把这个女子给朕找来 不 皇上 您不是赐给她金剪刀了吗 对 朕对她是有此嘉奖 不想让她只是沉迷于琴棋书画 也想让她在真知女工方面有所造诣 她的真相活有进步吗 皇上 这个女子已经出家为迷了 出家了 好端端的一个女子怎么会出家呢 苏青莲既然可以吟诗作画 那说明她是性情中人 怎么会看破红尘呢 是不是你在看守期间 有什么不轨的威逼行为 才逼她出此下策呀 哎呀 奴 奴才怎么怎么能有那么大胆子 是是皇上错怪奴才了 是是 不是 皇上怎么能错呢 皇上从来不会错的 还是奴才在做 不其实奴才也没错 是那苏青莲错了 他错以为皇上刺她金剪刀 是要她出家为迷啊 胡说 朕文桃武略 难道还容不下一个弱女子吗 就算她是犯官之女 也是可以约束 可以改造的吗 重新做人 贺深啊 人是朕交给你的 你竟敢擅自做主 你胆子不小啊你 皇上 皇上 那苏青莲本是犯官之女 戴罪之身 出家为你也算是得其所在 百姓们还为此纷纷夸赞皇上 您英明呢 对对对 纪大人说的对 都夸皇上英明 英明啊 朕就吵你要人 三天之内交不出苏青莲 朕让你去当和尚 奴才知罪 奴才知罪 奴才这就去找 这就去找 请留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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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大人 请留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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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大人 你还没走啊 我在这儿恭候您呢 何大人什么事儿 刚才真要谢谢您啊 刚才真要谢谢您啊 这回你相信我下面的本领了吧 如果您能再帮个忙啊 帮我过了这一关 就算我欠了一个大大的人情 来日定当后报 可是我怎么帮你过这一关呢 这样 皇上不出了一个上联吗 你昨晚一个好的给他对上 来 让我先缓缓劲 我好找苏清联去 来 何大人 咱俩可是鸡掌为室 啊 皇上的联谁也不能对 怎么你给忘得一干二净 不是 我知道 哎 你倒是不怕违背誓约 我可怕违背了誓约 遭那生口舌之疮的报应 好好好 鸡大人 就算你不肯为室 但是你出个主意点拨一下 总可以吧 这倒可以 那苏清联她一个弱女子 离开京城才三天她能走多远 再说了 她已经消化维尼 特征明显了 哎 何大人 你不是党羽满天下吗 把他们全发动起来找啊 哎 哎 不过啊 你现在可是走迈城啊 不能太张扬 不是那信得过的人 你可别乱拖啊 对对对对对 季大人说的是 哎 不过 这谋是在人成事在天 万一我尽了最大的力 可还是找不到该当如何呀 嗯 何大人 你可真是聪明一世 糊涂一时啊 哎 你尽了力了 皇上他出了气了 哎 真找不到苏青年 他还能跟你为难不成吗 哦 我原来也是这么想的 嗯 刚才是急糊涂了呀 可不吗 嗯 先生 先生 回来了 先生 果然不出先生所料 这两天 直立 热河 山西 京都 所有周围和尚的亲信 都忙着四角朝天 都在找苏姑娘的 有消息吗 没有哎 哎 那你没把这些人 和他们的官位都记下来 记下来了 给 好 好 我这就去见皇上 皇上请看 这是这几天 帮着和尚寻找苏姑娘下落的 各省官员 近在京城附近就有二十七名之王 皇上您不是说 和尚结党营私苦无证据吗 这名单可以为证啊 这些都是和尚的死党吗 皇上 皇上 皇上这几天为苏姑娘的事 对和尚大加深斥 这是他几年来少有的羞耻 若非死党 他绝不会把此事托付给他们办 我看 朕没想到啊 唐浪普缠 和尚这么的自作聪明 没想到季晓岚在他身后啊 皇上 皇上 臣也是灵机一动 顺水推舟 绝非处心积虑 遭有欲望 还皇上明察 苏青莲也无消息啊 没有 不过照和尚这个找法 不出三天准有结果 传指和尚 苏青莲也不要再找了 朕罚他五千两银子 我们广捐给京城附近的尼古安 这事就算完了 皇上 您不想让和尚的死党 暴露了 暴露了又怎么样呢 朕想到了山东围坊的一个县令 叫正板桥的一句名言 难得糊涂 难得糊涂啊 既然找不着苏小姐 那么朕绝对的事 就落到你头上了 皇上 臣就是能对上来 我也不对 什么意思啊 臣想把这个绝对 当作一种纪念 让皇上和后人 难忘苏姑娘的才华 好 你可记得燕带啊 就这样吧 行 臣告退 鸡犬过霜桥 一路梅花竹叶 哎 这厌过尚且留生啊 这苏姑娘怎么就会 踪影全无了呢 难道你属于天上的仙女 不属于这红尘人间 还没有 是 没错 就是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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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